大家好,我是台大化工系康敦彥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我過去幾年的研究成果 是關於Morph薄膜這個吸引材料 在小分子分離與純化程序的應用 首先什麼是分離與純化的技術呢 近來人手一張的口罩就是一種分離與純化的技術 口罩用來阻隔飛沫而可以讓空氣通過 而這個技術並不太困難 原因是空氣跟飛沫的體積相差非常大 非常好分離 而技術本身也已經很成熟了 所以一片口罩在台灣只賣5塊錢 在便利商店或是用手機上網預約之後就可以取貨了 OK,好像有點扯太遠 我的研究也是關於分離純化的技術 只是我分離跟純化的對象 是體積非常小的氣體或是液體分子 在工業上的應用包含了氮氣二氧化碳的分離 二氧化碳氫氣、二氧化碳甲碗 或者是水和唇類的分離等等 而這個工作比起用口罩來阻隔飛沫要困難得多了 原因是我分離的對象 不僅本身的體積非常的小 而且彼此之間體積的差異也很小 所以開發這樣的材料是一個次世代的技術跟挑戰 具體來說什麼樣的場合我們會需要氮氣二氧化碳的分離呢? 台灣現在的能源以燃燒煤炭為主 未來會逐漸改以燃燒天然氣來發電 而不管是燃燒煤炭或是燃燒天然氣 都是稱作火力發電 火力發電就會產生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在發電場中會隨著氮氣一起排放 那在排放之前我們就需要小分子分離的技術來盡可能的移除二氧化碳 再排出乾淨的氮氣 那什麼樣的場合我們又會需要二氧化碳跟氫氣的分離呢? 那我們知道燃料電池車簡稱FCV 它跟鋰電池車都是次世代的氯能汽車 那燃料電池車它的能源的來源是氫氣 那氫氣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在工業上我們會利用甲碗跟水的反應來產生氫氣 但是這個反應呢同時會產生二氧化碳這樣的副產物 所以我們就需要氣體分離的技術來移除二氧化碳之後呢 才能得到純的氫氣 而我的研究工作就是希望利用Morph薄膜這樣子的吸引材料 來進行這類的氣體分離的工作 那大家可能會好奇 難道我們現在沒有這樣子的技術 所以我們現在得不到純的氫氣嗎? 答案是當然有的 只是現階段的現有的這個分離純化技術 比如說低溫冷凍蒸餾 它是一個高耗能的程序 根據2016年一篇刊載在Nature的文章上指出 美國三分之一的能耗都是花在工業上 而其中大約有一半的工業能耗都是花在分離純化的程序上 而該篇文章同時也指出 如果我們能夠以這個薄膜的技術 也就是membrane-based separation 來取代現有的分離純化程序 我們將有機會省下90%的能源消耗 而我的實驗室呢 就是希望開發金屬有機框架 簡稱Morph這樣子的吸引材料 來進行薄膜氣體分離的工作 而Morph呢是由金屬以及有機Linker 所構成的周期性的框架結構 不同的Morph呢有不同的孔洞大小 而我所關注的孔洞大小在超微孔的區間 也就是孔徑小於0.7奈米的Morph材料 那Morph材料跟這個薄膜分離又有什麼樣的關聯呢 我們以剛才提過的氮氣二氧化碳分離為例 首先我們必須要挑選一個 適合分離這兩種氣體的Morph材料 並且把它製作成這個薄膜的形態 那在理想的狀況下呢 一片完美的Morph薄膜 它將可以有效地阻擋氮氣的通過 而只選擇性地讓二氧化碳通過這個薄膜 所以在連續的操作下呢 這個Morph薄膜它就可以不斷地移除二氧化碳 那這樣說來我只要挑選一個適合的材料 然後做成薄膜那問題就解決了嘛 那這件事情很困難嗎 答案是非常的困難 原因是製作一片品質良好的Morph薄膜 就是一個很不簡單的工作了 常常我們在實驗室得到的 製作出來的Morph薄膜 它是有缺陷的 也就是畫面上黃色箭頭所指出的 晶體跟晶體之間的縫隙 而缺陷的存在呢 會讓整片的Morph薄膜都喪失 這個氣體分離的選擇性 而我們實驗團隊呢花了很多年的努力才開發出有效的方法 能夠製作出品質良好幾乎沒有缺陷的Morph薄膜來 而Morph薄膜的研究另外一個困難的地方在於世界上有七萬多種的Morph材料 那我們該怎麼做選擇呢 那大家可能會想 如果我知道我要分離的這個氣體混合物是什麼 那我只要挑選Morph的孔洞大小 藉在兩種氣體分子之間 那這樣就可以了吧 不過這個問題的答案往往不是電視機前的觀眾想的這麼簡單的 原因是什麼是孔洞呢 大家心中想的孔洞可能像畫面上這樣子 比直而規則的 而實際上在Morph結構當中 它的孔洞是非常的複雜的 那稍微簡化一點的示意圖長得像這個樣子 比較寬的地方我們稱作Cage 比較窄的地方呢 我們稱作Bottleneck 那Cage跟Bottleneck在這個氣體輸送當中 它們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 而這只是一個一維通道的示意圖 在實際的狀況中 這個Morph的結構啊 常常是二維或是三維相連接的通道 那通道或者說孔洞的複雜性 那就造成了我們非常難以去預測 一個Morph才叫它在氣體分離中的效能到底會是什麼 舉例來說 這個如果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甲烷跟二氧化碳的分離 大家可能會想二氧化碳的體積比較小 所以它應該會跑得比較快 而實際上我們在這個實驗室當中 常常觀察到相反的結果 原因是二氧化碳它是一個長型的分子 它在Cage當中呢是可以自由地旋轉的 而在Bottleneck當中是沒有辦法自由地轉動 所以二氧化碳的輸送就會歷經一個從很自由到很不自由的過程 這讓二氧化碳輸送時候的這個能量障礙非常的高 那相較之下 甲烷它是一個球形的分子 並沒有轉動的概念 不管在Cage或是Bottleneck 它的這個旋轉自由度都差不多 所以甲烷在輸送的時候的能量障礙 相對來說就沒有這麼高 剛才提到這個效應我們稱作Entropic Effect 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要考慮電荷的作用力 化學引力的作用力等等的複雜的效應 那這些加總起來呢 讓一個看似簡單的材料選擇題 到底哪一個Morph比較好的這個問題 變得非常的困難 常常我們會得到出入意料的結果 有時候是出入意料的好 有時候是出入意料的不好 那我們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團隊從這個大數據Big Data來著手 我們從Morph晶體資料庫中 下載了大量的這個Morph結構的檔案 那我們去分析同一種氣體 在不同的Morph結構當中 輸送的時候它能量的障礙 對於這個Bottleneck大小之間的關聯 也就是畫面上的左邊的這張圖 同時我們也分析 氣體在輸送時候的這個擴散係數 DS對於這個代表吸附量的亨利常數 KH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右邊這張圖 那從大數據的分析當中呢 我們主要觀察兩件事情 那就是趨勢跟例外 而從趨勢跟例外的這個分析當中 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 那就是好的Morph為什麼好 不好的Morph又為什麼不好 那知道這個為什麼之後呢 可以讓我們去進行所謂的Rational Design 翻成白話文呢 就是針對一個特定的氣體混合物 我們可以根據一個明確的理論 而這個理論就是我們剛才從大數據中歸納出來的結果 我們可以去挑選甚至去設計出最適合分離這個混合物的Morph材料來 好那再說了那麼多之後我們成功了嗎 整體的成功跟失敗現在還不好說 不過至少在過去幾年我們有了一些不錯的成果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根據我們自行建立的Morph薄膜製作技術以及材料分析技術 我們成功的製作出二氧化碳選擇性領先世界的Morph薄膜來 畫面上的信號就是我們團隊製作出來的這個Morph薄膜 它在夾碗對二氧化碳對夾碗的選擇率上 是優於世界上其他團隊做出來的Morph材料的 那在這樣子領先世界的成果的背後 我感謝兩股重要的助力 其中一個是我的國際合作夥伴們 一位是來自這個韓國的高分子薄膜團隊 另外一位是來自美國的模擬計算團隊 我們三方合作多年共同打造出獨特的Morph薄膜製作技術 以及材料效能分析與預測的技術 除此之外呢 我感謝科技部的年輕學者養成計畫 AKA哥倫布埃恩斯坦計畫 它讓我能夠免於空有想法 卻沒有經費能夠實現的窘境 而計畫經費的資助 以及計畫辦公室人力的支持 讓我能夠實現陳良基部長 當初對我們年輕學者的期許 那就是大膽創新 無畏起航 在過程當中呢 我們已經發表了許多的研究成果 在材料科學 環境工程 物理學 化學領域的知名期刊當中 而我感覺說如果沒有科技部支持年輕學者養成計畫 就不會有這些豐碩的研究成果 那未來呢 我們將循著當初計畫書的規劃 逐步地從Morph的分子結構設計出發 逐漸地邁向工業級的薄膜分離程序 那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努力 讓台灣的業界在分離與純化的技術上面 有新的以及低能耗的材料選擇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持續產出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以及具有突破性的理論 讓我們的團隊能夠成為世界上其他薄膜學者 希望前來取經交流的對象 讓世界能夠看見台灣 最後歡迎大家持續關注我的研究進展 掃描畫面上方的QR Code 就可以連結到我實驗室的官方網站 上面有我們最新的研究成果 我是台語化工系康敦彥 謝謝大家